就是 气势很重要 所以我一定要把节奏 控得非常地好 这次我讲 朋友圈里面的现象吧 但是我真的还是有点担心 就是 因为我昨天在台练的时候 自己的状态又挡下去了 我觉得不行 我的观念还是在于 表演和节奏 但是我本身就是 真的面部没什么表情 我得先想办法调动一下 我的五官 末少神经 他几十年没用了 有点肺 我有个梦寐的想法 就是在比心之后 那个结束之后 如果观众特别嗨 你就 发射心 差不多得了 差不多得了 真的 所以我觉得 最重要的任务就叫做 我要保持那个状态 对 把次的老师都给你教你 来 来 来 开始 发工 师父